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那我们再一次的就是提到说真正想要得到福分的人 而且是神的福分跟世上福分不一样的福分的人 那他有三个不 第一个是不从二人的计谋 那我们就说这个二人的计谋 这给我们的提醒是我们生命当中 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会寻找什么样的人 是信主爱主的人呢 还是这世上不认识神的 或是甚至一些别的不好的人 来去做这样的决定 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帮助 那第二个呢 我们上周分享的是不占罪人的道路 那我们提到这个罪人就是他们远离神的人 那不在乎这个神的这个标准的人 那站在他们的道路的话 就是代表说我们需要常常的省察自己 是否往这个罪人的道路去了 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方向走错了 那罪人的道路是通往灭亡的道路 也是宽的道路 那我们要去常常的反省思想 那今天呢 说不做谢曼人的座位 那这个谢曼人呢 是什么样的人呢 那英文说scoffer 那这些人实际上是一种讥笑的人 是取笑别人的人 他们谢曼人 他们谢曼什么呢 他们实际上是对神是轻视的 他们不在乎神 甚至会讥笑这些属于神的人 或是讥笑这些相信神的人 那他们为什么讥笑呢 因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神 因为他们心中是自己为大的 自以为是的 所以他们看清其他的人 甚至看清上帝 所以呢这样的人呢 实际上是 离上帝是非常非常远的 那或许我们当中会思想到说 我们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的 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下 那中文可能没有看见这么清楚 但是英文呢 你会看到说 他是说 或原文当中 他就说 Walk not in the counsel of the wicked 所以第一个是走 那nor stand in the way 第二个是停下来了 那第三个是 Sit in the seat of the scoffers 那我们就发现说 是一个渐进式的 从走到站到坐 那这个跟我们人生当中 就在信仰当中呢 很多的时候 我们通往远离神的路呢 是一步一步发生的 一开始可能做错一个决定 走了偏了一点点 后来呢 没想到就居然是在 跟这些罪人的当中了 因为呢 我们站在罪人的道路 就是与罪人同行的这个方向 然后最后呢 没有想到就坐下来了 那坐泄满人的座位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已经很习惯的 或是你已经与这些人 相处在一起了 甚至就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分子 那这种人呢 就是轻看神的 然后呢 重看自己的人 那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 一定要常去思想 很多基督徒会觉得说 自己并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好像刚刚说的 但时期的生活 我们是否真的 有在寻求神呢 在服事当中 我自己也常被神提醒 就是我在听从的是谁的计谋 我在推动事工的时候 或是在选择的 做决定的时候 不管是服事的方向 沟通的方法 甚至带人处事的这些的 一些的技巧 或是想法的时候 我是从神的话语当中去寻求呢 还是从这世上的方法呢 因为如果我们是寻求世界的方法 我们就已经开始走偏了 那在我们 如果在我们的这些服事当中 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决定 或是生活处事的方法 开始走偏的时候呢 过不久我们就会发现说 我们的价值观 已经跟这罪人的价值观 跟这世界的价值观 是非常的类似的了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我们就站在这罪人的道路 我们开始是走在那宽松的路 不是那载路 我们所追求的 跟这世界上呢 已经没有不太一样了 很多时候人家已经认不出 基督徒到底是跟这世界上 有什么不一样 看到你或许知道 你自己是基督徒 但是呢 他们不一定能够感受得到 因为我们已经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那最后呢 不做泄满人的座位 就是说当我们的生命呢 以这个人家所看见 或我们自己去省察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实际上都是以自我为主的 而且实际上是不在乎神的刑罚的 是亲看神的 亲看人的 我们自己自以为意 而且有许多的骄傲在当中的时候 这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而且我们不以为了 我们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那甚至看不到自己 那在服事当中 我也有这样的盲点 有些时候 尤其是事工推得顺利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骄傲 很容易就会觉得说自己做得不错 那这样的情况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就自己会站在一个 不较高傲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就开始亲看神 亲看别人 那我们怎么知道 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情况 或是你自己 或者我自己会在这种情况呢 至少就在我们的服事当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很多的决定 我们甚至不从别人的计谋 也不站在什么了 我们是靠着自己的思想 完完全全的 已经进入一个 偏离神的一个生命里面了 我们不再是借由祷告 来做我们生命当中的决定 我们不再做这灵修的 来寻求神的心意 很多时候我们的所有的想法 以自我为中心 以自己的概念 以自己所做的事情 充满着骄傲 轻视神 轻视人 然后呢 带来的往往就是许多的伤害 所以人完完全全看不见 我们是属于神的人 我曾经认识一个基督徒 他在一个银行的工作 他的上师是一个基督徒 那结果这个上师呢 事实上在工作当中 是这个见证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因为他所做的事情 甚至比这些非基督徒还要糟糕 但他自己却不知道 而且甚至他还有很多的理由 来justify 说明他这样做是合理的 是正常的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子做 但是这个就在我们看见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 就是说这样的人 他已经不是在神的里面了 他已经在这个世上 和世上的败坏 非常非常的自由 非常非常的舒适 所以当我们在教会的服事 当我们在生命当中的行走的时候 如果我们已经不能够感受到 我们应该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了 当我们的决定 跟世界上的人决定 没有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的攻击性 我们的这种骄傲 我们的这些的软弱 我们这些的伤害力 不输给这个世上 不属于神的人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一种渐进式的人一生 如果要得真正的福分的话 在神面前 有一个蒙福生命的话 我们要常常的检验自己的生命 检验自己所走的地方 检验我们的心思意念 常常在神面前谦卑寻找 这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们都希望有一天看到神的时候 神会说我们是又忠又良善的仆人 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有神吗 我们真的在寻求他吗 我们真的在祷告当中 不是行事的祷告 而是真正的寻求 有些时候我们会借着神的话语 或甚至借着一些属灵的一些的话语 替天行道 帮神说话 但我们心中并没有神 就是帮助我们常常检查我们自己的心 让我们不从二人的计谋 不站住人的道路 不做泄满人的座位 因为我们真的不希望远离神 我们真的不希望 人家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完完全全已经看不见神了 我们已经很自以为然的 觉得自己亲近神 但是我们却是亲近这世界 世界跟我们已经没有分别了 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得到 神真正的福气 神真正的带领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真是求你提醒我们主 我们的人生的行走的方向 我们周遭为的朋友 我们的内心的世界 主啊是属于你的 还是属于这世界的 主啊我们是否真的看中你 还是看中我们自己个人的想法 个人的利益 或是我们自己所要得到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人生的追随 我们所寻求的到底是 人的这样的价值观呢 人的这个要求 人的享受 还是寻找你的 永恒的这个价值的 主啊也认为帮助我们 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决定 我们到底是愿意寻求你的心意 找这些属灵的弟兄姐妹 陪伴我们一起走 还是我们事实上是 真的这个世界 的方向 用方法来做 主啊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今天有走遍了 主啊你就纠正我们的心 让我们快快回到你面前 主啊帮助我们 让我们现在舒服的 在最终生活 主啊照亮我们 让我们开始知道 这不是你所喜悦的 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 求主怜悯 主啊因为你说 我们如果原来我们的罪 你是信使的是公立的 必死我们的罪 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 真的是因着你是圣洁的 我们也要自己圣洁 寻求你 谢谢耶稣 谢谢你的提醒 让我们能够活着 一个有福的人生 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耶稣的名求 阿们